- 憑什麼國民黨有任何機制可以擋下全債會的決議嗎- 不可能的嘛- 對齁- 但是朱立倫是無辜的 - 絕對不是他 - 那換完了以後 能誰上呢 - 所以你用排去法嘛 - 你看朱立倫現在跟郭台銘切得多乾淨 - 一點臉色都不給他看 - 所以郭台銘不可能上 - 連國民黨的秘書長 - 他最親信的人 - 昨天也在講啊 - 郭台銘如果硬要上的話 - 違背他的參政的初衷 - 所以把郭台銘排除了 - 好 排除嘛 對不對 - 然後排除郭台銘以後 - 還剩下誰啊 - 難道說又讓韓國瑜 - 韓國瑜啊 - 又讓韓國瑜再捲土來一次嗎 - 上次已經敗了這麼 - 問題是上一次韓國瑜的生日這麼好 - 他最後得票也不過百分之三十幾嘛 - 對不對 - 雖然比朱立倫好一點 - 但也沒有好到哪去啊 - 第三個 - 那還剩下誰 - 難道說趙趙康嘛 - 我看這個國民黨那也通不過吧 - 那最後你會發現說 - 只剩下馬英九跟那位可憐的朱主席啊 - 對不對 - 我很少跟曾立委的看法會 政治上看法會一樣 不過他最近講了一句我倒是蠻贊同的 他就是說侯友宇是一個沒有準備好的一個總統候選人 那我覺得之所以國民黨這內部 我們現在看起來有一個這麼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侯友宇的表現真的是跟大家之前五個月六個月之前的預期是差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會有這樣的風波會到現在 我覺得這個國民黨 坦白講我理性上我的判斷 國民黨不會換人 我坦白講我是認為不會換 不過大家去看就是說 那為什麼一個這個一個政黨 這個總統候選人推出之後 會被高度的討論 他要不要去換人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除了是侯友宇的問題之外 也凸顯一個政黨 他過去這四年裡面 第一個他連整個初選的規則 他整個提名的規則 他都莫衷於是 第二個 當他提出人選之後 就高度要被討論去換人的時候 我覺得這不是候選的問題 也是政黨的問題 所以當我們選民在投這個選票的時候 除了投給候選人之外 其實其實也某一種程度 在支持這個政黨的時候 我們想大家把這個選票投給侯友宇 或投給國民黨 真的是讓人家驚心膽跳 他對他自己要提名的一個候選人 就產生這麼大的一個變化 我覺得這是國民黨產生一個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但我相信這個整個要喚猴與否 就算朱立如已經祭出黨紀 但是我想這個風波不會停止 一直到全代會之前 搞不好全代會之後還是會有人討論 會有人討論 因為你看他已經祭出黨紀 但不分區的這些立委 還敢去挑戰他 我一直很質疑就是說 不分區的立委已經受到了中央黨部的警告 這要是在民進黨的話 我認為是很大的事情 那個不分區立委 他就會跟民進黨黨中央去做協調說 那我講什麼 因為他總他有自己的主張 但是總是會核心他不會再講 喚猴這個是一個核心 他可能說你要多多準備 你要多多跟黨中央配合 他多多講政策 他會提出這些建議 不會再說喚猴 我覺得這是部分區應該聽從黨中央 因為他就是代表黨中央派出去的立法委員 竟然不甩 這個我倒是講得很訝異 所以議算怎麼來跟國民黨這個風波 事實上不要再說是什麼民進黨什麼見縫插針 這絕對不是 因為侯友宜打死不退 但是重點是侯友宜如果不退的話 國民黨整個會被打死 那現在是這些小雞們的焦慮 如果侯友宜不退 現在持續的這樣低迷的一個民調上面 甚至前陣子的風灘的民調裡面 他已經掉到15%以下14.9% 那郭台銘是一個強勢的總統候選人 他為什麼說是一個強勢的總統候選人 他還沒有宣佈參選 已經拿到17.9% 而且直逼柯文哲18%嘛 也就是說郭柯之間的差距 已經在顯著差距之內 而且他可以把國民黨流失到柯文哲身上 全部再拿回來嘛 所以郭台銘現在叫做以戰逼猴 為什麼叫以戰逼猴 我現在不是總統候選人啊 我都即使要獨立登記 也是要叫九月以後 我有兩個月的時間 我去幫這些小雞們輔選 小雞們需不需要郭台銘 當然需要 因為侯友宜現在不撐頭打不贏嘛 我就至少郭台銘可以幫我這些小雞們 拉到所謂全國的知名度 拉到全國的版面上面 再加上郭台銘有擁有龐大的資源 而且加上他可以吸到柯文哲的票 所以郭台銘接下來一定會全省走透透 全國走透透 幫國民黨的小雞 那越來越多國民黨小雞 站在郭台銘後面的時候呢 就變成九月國民黨要做一個判斷嘛 因為那時候郭台銘已經可以回國民黨了 也就是說國民黨已經有人可以換了 你不要跟我講說朱立倫啊 韓國瑜可能這兩個可能性不高 但是郭台銘他一直想要選嘛 如果九月侯友宜的民調 還是持續在15%左右的時候 郭台銘的民調已經拿到20%甚至30%的時候 那國民黨難道不換侯嗎 不換侯換成郭嗎 因為他已經可以加入國民黨 假設國民黨那時候還不換侯 堅持要提名侯友宜下去 郭台銘就會選擇跟柯文哲合作嘛 你等於是把郭台銘推向民眾黨這邊 而且郭台銘出戰有理 為什麼出戰有理 侯友宜你不爭氣 而且你整個初選制度不公平 我郭台銘的獨立參選是有這個正當性 來所謂的信任問題 就可以解決要所謂的他之前的承諾問題 因為是你侯友宜不爭氣 不過我先簡單問 宜翔一個問題 你的看法 有沒有可能啊 侯友宜沒有換的時候 找郭台銘來當副手 或者去跟柯文哲來做結合 把柯文哲拿來當副手 這個可能性大不大 因為我看國民黨是不可能當副手 國民黨就當副手 國民黨就倒了 憋勝啦 國民黨都倒了嘛 所以有沒有可能找這兩個人當副手 但我覺得剩下大概唯一的可能 就是國民黨當副手 我想不到其他的可能性 國民黨不可能當副手 我覺得他不可能做嘛 我問你 直接問韋傑啦 韋傑 國民黨可不可能當副手 不可能 不可能嘛 我知道我知道不可能 所以我就說 因為國民黨好像是最弱的嘛 所以合理來判斷來說 那是民調顯示最弱 實際上沒那麼弱 他按照民調 我們只能看民調嘛 實際上沒那麼弱 實際上沒那麼弱 當然我們也是看民調為基準嘛 不然每一個人判斷也不一樣啊 所以我說今天我們看到民調 他確實是最弱的嘛 所以今天真的要當副手 就他們啊 可是因為他不可能當副手 所以說今天整合的可能性大 國民黨不會當副手 第一個國民黨 他還是最大的在野黨 他的立委的提名也是最強的 如果他當副手就垮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從連頌和看得出來 其實那個時候宋楚瑜比連戰 強太多了啦 我的看法 他個人的魅力是超過了連戰 超過很多 照理講 那時候民進黨是想說 齁 宋秋如當政的 連政當副的 民進黨我們輸的 哪裡知道國民黨 畢竟是百年大黨 宋楚瑜變成副手 最後 連頌和輸掉 其實那個時候連頌和輸掉 跟這個也有關係啦 不要以為沒關係啦 彭孝大哥是當時經歷的人 他心裡 我們是這個身歷其境 身歷其境 所以我要講這個的時候 其實這個大家也要列入一個相關的 觀察的一個方向 另外也要讓大家看 不管誰當選 美國是什麼態度 如果這個人當選 那個人當選 美國態度 美國到底支持誰 美國講話啦 在AIT的酒會 Nine開心的玩自拍 蔡說無論誰當選 台美都會持續深化關係 蔡是指蔡英文總統 所以蔡總統講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們再來看 這個也要講一下 羅盛伯格很重要 持續支持台灣防衛 不會因為北京的抱怨 而改變對台灣的支持 這個是非常重要 然後再來再看 三黨的總統參選人 兩岸政策 學者說 Nine最確定且一致 所以不管怎麼樣 AIT又表達了一個 最重要的意見 不管是耐清德當選 不管是侯友宜當選 或不管是柯文哲當選 美國對台灣的支持 跟美國要繼續深化 台灣的關係 不會因為任何人而改變 也就是美國說 我沒有特定支持誰 所以在這裡來講 伊翔 這個對美國來講 這個態度 台灣人真的要去了解他 美國是把台灣當作一個最民主的 因為這個民主就是 他們要難聽 講個難聽話 要保護的價錢 保護的價錢 其實我看了一下 這個蔡總統 他的這個說詞 其實我覺得他並不是說 這就是必然 就是必然 任何人當選 就一定台美關係好 他有一點的意思是說 台美關係要好 就是說你們這個三個黨 都要重視 這個台美關係 因為台美關係 對於台灣的未來也太重要 所以其實台美關係的重要性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超乎 什麼經濟層面 投資層面 這個人與人 教育等等 其實真的是安全層面 是最重要 因為我們台灣其實面臨的 就是最大的一個安全威脅 而且美國又是我們 最大的安全夥伴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們台灣國內 尤其是國民黨朋友 有時候會有個誤會 大家會覺得說 其實全世界最了解中國 最了解中共的人 是我們 我認為這不是事實 從民進黨的層面 因為這個九二共識的關係 他們並沒有跟民進黨 進行非常實質的交流 那國民黨層面 很簡單嘛 他說他認為你想聽的話 今天就下了一年去中國之後 他們下了一年說 那個我們對你的威脅 你放心了 這還好 他是善意了 他並不是惡意了 對不對 今天那個 這個經濟制裁的時候 這個陳怡震去 就是讓陳怡震當英雄 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中國的兩面手法 應該是全世界都非常清楚 但是美國是這幾十年來 持續跟中國在談判 在交涉 有不同利益 有分歧點 有競爭 這樣子才是一個真正雙邊關係的一個建立 所以我就說 美國人有時候對於中國的觀 的觀察 並不是說是全然 並不是說就百分之百是事實 但我覺得具有參考價值 所以也就是說 今天很多美國的學者 針對賴清德的兩樣論述 他們是肯定的 他們認為說賴清德這四大支柱 是對區域和平跟穩定 是有貢獻的 我舉個例子而言 今天我們看到葛萊伊 葛萊伊的 他跟柯文哲 已經真的是滿難看的 因為柯文哲說話 真的很不得體 但葛萊伊對於說還幫忙畫重點 所以這件事情是值得參考 簡以榮 簡以榮是我在美國 我的一個好朋友 過去從拜登政府到川普政府之前 都擔任在國安會主管台灣的主任 算是相當有責任的吧 對不對 像他直接出來講 接受民視的訪問說 他認為對於說賴清德四大支柱 對於說他的國防兩岸 甚至於經濟安全 甚至於捍衛我們的民族價值 這樣子的概念 他是肯定的 他覺得對於臺美關係是有幫助 所以我今天要講是說 我覺得我們常常在總統選戰 我們會膠著在資訊戰 不知道資訊戰不是說對岸的 是不知道什麼是正確 什麼是假 但是我覺得美國人的參考 尤其美國這些學者參考 是值得我們來參考 有兩段話 我還要再次的讓大家瞭解 第一段話是孫小雅講的話 他是AIT的處長 非常重要的 他講的 他說台灣成為成為了對投資人和觀光客來說 更吸引人的地方 我們將會看到比您剛上任時更好的臺灣 他這個話後面這一段都是針對著蔡總統講的 說蔡總統你剛上任的時候 你現在比剛上任的時候做得更好 臺灣也比以前更好 那蔡總統講了什麼 他說無論下一任的總統 臺灣的總統是誰 臺美關係都會持續深化 相信今晚在場的所有總統參選人 三個人都到了 都會毫不猶豫的同意我說的話吧 你們要不要舉手來說對呢 所以換句話講這是真的有意思 我覺得宜翔剛才講的重點 這是格萊伊講的 格萊伊憑藉這個 我們賴副總統的投書 他說兩個重點 第一個 務實 第二個 持續 就跟我們小英宗講的一樣 賴副總統他也表明了 他雖然他說過是務實台語 但是他更是一個務實的國際關係者 第二個 持續 他持續了小英總統的路線 這個才是對美國來講